执政中央后首次举行党选的公正党出师不力 首次采用电子投票 却造成槟城和击达两州出现混乱的情况 没错 公正党党选委员会主席拉西丁 昨晚在槟城召开记者会时也爆发肢体冲突 现场有人欧斗 甚至乱抛已知 至于昨天在马末区部党选中涉及欧斗姿势的14名嫌犯 今早被押上双西大连法庭 严扣三天 公正党党选首度采用电子投票 但却状况连连 除了公正党马末区部的党员 昨天在投票途中发生肢体冲突 公正党党选委员会主席拉西丁 昨晚在槟州召开的记者会现场也是一片混乱 拉西丁宣布击达州只有六个区部顺利完成投票 因此该会宣布击达州党选无效 不过槟城的党选成绩依然有效 现场超过百名支持者情绪激动 拉西丁准备离开记者会现场时遭党员阻挡 现场也上演拳骨斗 还有党员互丢椅子 拳打脚踢陷入混乱 公亲团署理团长阿飞夫随后出面调解 在场的党员最终让拉西丁等人离开 阿飞夫认为公正党选委会在这次的党选中 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并点名总秘书 拉杜塞福丁是要为这次的事件奉上全责 阿飞夫表示将向党选委员会诚信投诉 要求取消滨州党选成绩以便重新举行选举 另一方面昨天在党选中涉及欧斗姿势的14名嫌犯 今早被警方押上双西大年法庭 或法庭批准严扣三天 被捕的14名嫌犯年龄介于20到50岁 当中也包括了五级市南卯区州议员苏穆干的特别助理 警方昨天在水上乐园投票中心逮捕4名嫌犯后 查阅了秘密电视画面再逮捕另外10名嫌犯 而为了避免重演混乱场面 霹雳和玻璃市也宣布展研原本今天举行的党选 全部 proses pengundian yang telah dijalankan di negeri Kedah dibatalkan semuanya yang kedua proses pengundian yang dijadualkan untuk negeri Perak dan Perlis esok 23 September juga ditangguhkan JPP akan menetapkan tarikh-tarikh baru bagi kesemua cabang-cabang bagi negeri yang berkenaan 而公正党霹雳州主席诺马努迪 则呼吁重新采用传统投票方式 来选出领导层 避免党选展颜太久 影响波德森补选 NV7综合报道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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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